剛剛聽到周老師的提問 包括簡老師所說的 事實上我們面臨的狀況是越來越嚴峻 我今天試圖了用 我們現在政府希望要做的一個事情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事實上水來自於文明大家都知道 但是 我們不是今天講氣候變遷 或進行碳排 我們才遭遇到所謂的天然災害的問題 各位都理解在我們生存的國家裡面 不管是過去一二十年來 甚至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市民 都能體會到2001年的時候 那時候那裡颱風對台北市 有多麼大的影響 921那是更不用說了 這個對中部裡面造成了很大的改變 但是現在慢慢復原之中 那我也觀察到一個現象是 其實人的記憶是有時候很容易被抹滅掉 當這些災害不再來臨的時候 或是說我們經歷過了之後 我們容易把過去的經驗甚至是遺忘 甚至會覺得說 簡而言之我講的是 過去有發生災害的地方 那現在沒有災害的大家都誤以為說 那我從此之後可以安居了也好好過日子 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科學家一直跟我們講 剛剛風險很高 世界經濟論壇在近十年來 都是把天然災害的風險列為最高 剛剛周老師也有提到 那這是我們水水的領域人一直關注的議題 但是我們假設一個情境是1.5度C 但是我跟各位講 對我們做工程師做防災的人來講 我不會去用那個情境來做 我未來國家水利建設的規劃 我會考慮到可能是 增溫到2度C的時候狀況是怎麼樣 那情形是跟我們的分析是 未來可能沒有冬天 然後未來高溫的時候可能日子很長 那最近今天向南部才下一場雨 那前一次的大雨是什麼時候 600多天之前 那未來這個狀況可能是一個new average 那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 未來我們都退休了 我們未來的水利署長他怎麼面對 那我想我們應該去做好準備 而世界各國研究水的人員都提到說 我們現在世界各國關心的氣候變遷的議題 著重在淨零碳排 但是今年的COPE也談到調適的一個重要性 甚至是outline loss and damage的一個重要 當我們面對氣候變遷 若是我們所有的全球的民眾沒有做好好的準備的時候 那個氣候變遷來得非常快 移動的速度就像鯊魚一樣 對我們人類的危害就像鯊魚的牙齒一樣 會狠狠地咬住我們 那第一個咬住我們的就是水資源 這是大家都有共識的議題 那接下來我會用七個案例來說 我們希望未來我們的環境可以怎麼樣去改變 那簡而言之 就是第一個是水太少 第二個是水太多 然後第三個是剛剛那個簡博士有講的 是新的社會對話的模式 這個不管是在interagency或是政府跟私人部門 我認為我們都好好的要去實現這個所謂的對話 首先第一個部分 過去大家談到SDG有七個目標 那有關於水的部分 包括第二項 第六項 第七項的部分 那現在剛好南部面臨甘旱之苦 那首先我就從如何解決水太少的一個議題 我們是想 未來如科學家所分析的 不降雨的日數越來越多 也許六百多天 也許七百多天 但是一旦降雨 就像去年台灣大學一樣 可以下了一小時兩百零九毫米的這種雨量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怎麼樣 掌握那個很短的時間 把那些的水量可以儲蓄出來之外 我們想到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當然科技可以改變 那我們都知道說 再生水是一個很值得發展的方向 那現在科技 高科技的用水 大部分也再生水來當作主要的水源 而我們也是如此的要求 那在這邊跟大家談到的是一個概念 我們現在在做再生水的話 會用一個概念就是去中心化 在英文講說decentralize 那過去巴黎污水處理場 就是蒐集了全台北市所有的污水 混在那邊去 混到那邊去的話 你到未來的用水端的話 你需要很長的管路 需要很多的能量 甚至在處理的時候 需要很多的技術去克服 那除此之外 我們一直在試想一個事情 若是未來 美雨也不來 颱風也不來 就像過去三年一樣沒有颱風的話 那我們台灣如何自處 跟各位說明的一個事情是 台灣四面環海 可是我們很少認真地去思考說 使用海水氮化廠的一個必要性 但各位也許可以挑戰我說 使用海水氮化是可以使用 會使用很多的能源 那在這邊我跟各位說明 依照台電公司的分析 我們的用件的負載的尖峰 在夏天四千多萬千瓦的這個電 但是我們極度的發展綠電的同時 在我們冬天負載降到 不到三千萬噸的時候 這三千萬千瓦的時候 這多餘的電我們怎麼用 過去大家都想到儲能的方式 就是日月潭那種上下時的儲能 我們現在提出了一個是 跨域 跨界值的一個儲能 換句話說在我們冬天 我們不要再依賴水庫來放水 來供水 那冬天我們就利用 我們剩餘的這個綠能來做發電 那夏天的話盡量少把用水庫的水 那經過我的計算 即便說我們把新竹的海水淡化廠蓋起來 透過這種模式的話 我還可以讓我的十門水庫 一年多花了六百多萬度的電 那這個方法我相信可以克服 我們在海水淡化廠操作 那過去大家在設計海水淡化廠的時候 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時全日的操作 那未來我們的想像是這樣子 而且這個也是落入我們的計畫 我們夏天就是做基本的木的處理 或是維護的工作 不產水 那冬天的時候就盡量來產水 這是我們的想法 那另外一個部分跟大家說明 農業很重要 我們很重視 糧食 能源跟水一樣的重要 但是各位有沒有試想過 我們國家的糧食自取率雖然不高 但是這一些都是主要是來自於 黃豆 小麥 玉米 但是我們卻是在最缺水的時候 灌溉我們深海很過剩的所謂的稻米 那這種的邏輯我們是不是需要去做一個改變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跟日本一樣 我們發展精緻的稻米 而我們的水稻田不要需要那麼多的水 那第一個工作就是希望我們現在的水稻田 發展漢作的部分 而我們的水稻田的灌溉效率可以更高 我跟各位說明一個數據 現在我們南部在嘉南平原灌區 每公頃灌溉的水量不到1萬噸 但是在我們中部 北部的話 遠超過2萬噸的這個水量 那這個勢必要改變 那改變的方法 剛剛陳老師有提到說 這個未來是人口老化 那我們看到我們過去做節水灌溉的 這些漲水工 管理水門的 那未來他可能現在都已經是六七十歲了 那等到我未來80歲的時候 台灣的人口已經降到少於兩千萬人 那未來的水利市長怎麼去做這個管理 所以我們跟台積電去做一個合作 他們來發展所謂的利用太陽能 然後用很小的高功率的 所謂的這個水門 在馬達去做一個水門的操作 他可以把比人工的作業的省水的方式再提升 起碼有五個person左右 那這五個person 大家不要以為說它太少 我們夜間減壓供水的話 我們能省水的整個城市也只有五個person左右 若是我們可以落實這個狀況 我相信對我們解決水是帶有注意 而這個工作現在已經在我們的 如果是你的朋友跑了100公里來見你 你會不會說 隨便跟他說 拜拜 下次見 但是我們現在用水的態度就是如此 那我們政府的部門 我們加緊去做 這些珍貴的水資源是不是不要漏 那不要漏 當然有不要漏的方法 我們現在有三個城市的漏水率低於10% 但是我們期待我們到民國120年的時候漏水率 還要再更 全國要降到10% 那這個是持續要做的 這個就好像我們在做水庫清育一樣 過去大家都不做水庫清育 然後過去認為說 這一些減漏水庫清育的工作不重要 但是我把它打 比如說我們的家務事 我們要是一天不幹家務事的話 一天可能沒有感覺 但是一個禮拜不做的話 家裡面就一段亂 但是做家務事重不重要 你有做的話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事情必然是要做的 那接下來是談到說 水的能源的利用最大化 當然我們現在發展了小水力發電 我們看到很多的原住民的社區 或是我們偏遠的地方 還可以去來做這個事情 政府正從法規面開始去做進行一些鬆綁 那水域的太陽能跟灌場的水力 其實它使用的地點可能是有一個極限 那即便小水力的話可能也有一些極限 但是我們承認說我們現在的努力 還是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追趕 是為什麼 是大家認為說現在的小水力的這個 一本比不夠高啊 但是各位試想當台電去做儲能 它需要是一度電可能要 要比如說10塊的錢的時候 這時候不會再認為說小水力是 沒有利益的一個工作 那接下來水太多怎麼辦 現在全世界各國都談就是MBS Nature Based Solution 那這個過去就是講自然工法 或是說低沖洗的開發 那我在這邊用一個例子 現在跟各位說明 傳統的我們徵收土地來做制洪池 那假設像過去三年都沒有台風的話 那這個制洪池是乾的 那我們徵收了土地 農民喪失了農保資格 我們政府要發揮很大的 初期的資本門的投資 但是碰到極端的事件的時候 它的使用的頻率是會被檢討的 所以我們想到一個方法 是說我把資本門的投資 變成金長門的運用 讓我的田梗加高 讓我的儲蓄的水量可以增加 那這個方式也可以減洪 那這個情況正在雲林跟高雄 甚至說我們這次南部的抗旱 我們所用的名詞叫在地制洪 那在地制洪也可以補充 地下水的一個水量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過去在做制水的時候 只考慮到功能性的部分 但是少力到所謂的跟自然調和 那清水的環境固然重要 但是工程結構的使用 它需要更多的碳 更多的能源 它的維護管理的成本更高 我再講一次 我在80歲的時候 我是1968年出生的 當我80歲的時候 台灣人口變成少於2000萬人 我都會試想這個情境怎麼去處理 那當然我們可以利用 我剛剛所講的 比較複合式的水的環境的營造 那除此之外的話 各位居住在台北市的市民 我想你們對淡水河的想像 是不是一定要到這個渡船頭去看 才能看得到 我們跟河川之間距離太遠了 因為我們河川就是由高雙的黃紅牆 所以被阻絕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把界線的部分把它拆開 那這個在水利界我們叫做水岸縫合的工作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認為建構一個很好的社會溝通模式是必要的 所以未來學工程的人 可能也要學習跟社會一起做溝通 這裡面大家談到水的資源很珍貴 那也有學者提到說 甚至有社會工作者提到說 大家都覺得水很重要 可是大家都覺得水跟它沒有關 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這個 也許待會我們在論壇的時候 可以再去好好去談這個問題 水既然是生命的起源 水既然是離我們很近 事實上我們應該是要跟它做好好的互動 化解疏離 然後珍惜疼血 我們拍一個影片 水利署拍一個影片是 期待所有的國人把水種回心裡面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我們認為多元的溝通是重要的 有一個目標多元的溝通 然後也許時間很長 但是各位發現說現在的公共工程 花最久的時間 不是在工程的技術面 只要前置的溝通 也許時間花長一點 那後續的技術的工作 可以運用的更快速一點 最後我跟大家講 未來也許會更惡劣 但是我們不改變我們的mindset 不改變我們的行為模式 我們行為模式還是依循了過去的行為模式 來去對未來的挑戰 去尋找解方 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也認為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可以做到適度的改變 那以上就是我給各位帶來15分鐘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